It's a spring summer of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ome And I'll be the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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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众所周知 杨幂曾与演员刘凯威有过一顿不完美的恋情 两人因戏结缘 交往两年后双双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杨幂的事业已经有所起色 凭借一步步古偶聚在娱乐圈变定地位 而那时的刘凯威虽然也有佳作出现 且有港星光华 但在内地的知名度不高 因此粉丝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甚至会对南方进行拉踩 调侃 不过最终杨幂顶住舆论的压力 毅然与刘凯威结婚 并用幸福的生活回击外界 这才开始获得祝福 婚后不久 杨幂为刘凯威产下一女小糯米 一家三口温馨美满 可这样的生活却没有维持多久 当夜光剧本被曝光后 杨幂和刘凯威的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的刘凯威事业依旧没有起色 加上夜光剧本事件的影响 让她的口碑一落千丈 初到28年的她依旧徘徊在二三线 事业不温不火 提起她 大众的印象依旧是杨幂前夫 在感情方面 刘凯威却迎来了第二春 她跟主持人李小峰谈起了恋爱 两人多次私下约会 后来被媒体拍下两人的亲密照 恋情才得以浮出水面 有一次两人跟朋友聚餐后 刘凯威立马用手护住李小峰的腹部 而且媒体透露李小峰腹部明显突起 应该是怀孕了 随后 港媒又爆出李小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的消息 得知李小峰怀孕的消息后 刘凯威一家人乐开了花 一家人围着她转 一夜之间成了家中的慈禧太后 备受宠爱 而杨幂在离婚后 名气虽然没有什么影响 但因为小糯米被判给了刘凯威 并跟着她在香港定居 所以杨幂因为没有尽到为人母亲的责任 口碑上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 媒体也鲜少拍到她回香港看孩子 更加让大家觉得杨幂对小糯米不太关心 当了十几年顶流的杨幂 可谓是集千万话题于一身 但她却非常避讳当众谈起女儿小糯米 这让网友认为杨幂在生活中陪伴小糯米太少 所以才会觉得无话可说 其实我一般不喜欢在节目中交流 跟大家交流说太多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的童年还是需要保护的 而且我也之前说了 我肯定不会带她上亲子类的那种节目 因为我是觉得说 我还是希望她就正常的 大家最好也不知道她是谁 她最好也不觉得她的爸爸妈妈 是什么样的职业 什么样的身份 然后她去做她 就去正常的念书上学 然后如果以后有她的选择的话 希望她会有她自己好的选择 在大孩子这一点上来说 刘凯薇做的比杨幂好很多 而原本说好的每个月都会去看望女儿 但最终也因为杨幂工作繁忙抽不开身的缘故和疫情原因而无疾而终 没有了下文 久而久之小糯米对母亲杨幂那是十分的想念 一次 刘凯薇就问女儿小糯米 想去北京读书吗 怎料小糯米下意识的回答 想 因为妈妈在那里 这话杨幂听了想必得彻底泪崩吧 不得不说 虽然杨幂的确给女儿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 但却很少有时间真正的关心与照顾到孩子 以至于小糯米一直以来是十分的缺少母爱的 对妈妈也有着极强的思念 如今刘凯薇被传即将二婚有二胎 不知是否可以放弃小糯米的抚养权 将小糯米交还给想一直单身的杨幂呢 不妙威 将都要消失 不要